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近期成功发现了一颗大小近接近罗马竞技场的未知小行星 但这一发现对天文学家来说是一个偶然的惊喜 美国宇航局NASA在一份声明中说 一个由欧洲天文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使用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探测到了一颗长度介于100至200米之间的小行星 大约相当于罗马竞技场大小 它位于火星到木星轨道间的小行星带内 该天体可能是微薄迄今为止观测到的最小天体 小行星是由岩石或金属组成的围绕着太阳运动的小天体 小行星带是太阳系内介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秘籍区域 在已经被编号的120437颗小行星中 有98.5%都在此处被发现 因此该区域也被称为主小行星带 简称主带 阿萨还表示关于这颗星的太空岩石仍有一些不确定性 还需要进行后续研究 以理清其轨道并确认 它是否是以前不为人知的小行星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学研究所天文学家托马斯·木勒博士说 这颗小行星是在测试微博中红外仪器 但微博惊人的灵敏度使我们有可能从超过一亿公里的距离 看到这个长度大约仅100米的物体 去年7月开始运作的价值100亿美元的微博望远镜 是历来打造过的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至今搜集到许多空前的资料和令人惊叹的画面